磅礡雨水变成泳泉 不斷从围墙旁喷出 明宅前土黄色泥流滚滚而出 画面看了让人捏把冷汗 受到泥沙台风影响 北台湾地区连日大雨 周日下午开始 季隆暖暖也传出土石崩落的灾情 强大风落声让附近居民都吓了好大一跳 有明宅遭到土石流冲进客厅 整个家里都是黄色泥土 实在让居民苦不堪言 全都淹了 楼下全部都淹了 后面因为土石崩落 泥流都从一楼的民宅倾泻泻出来 镜头一转来到路边 全是土黄色泥流积水 更有数间民宅靠在山壁的旁边 来到住家后面一看 更是整片泥土伴随边坡崩落 我们已经淹到二楼了 在哪里过夜了 都想到在哪里过夜 目前季隆暖暖受到土石崩落影响的居民 都已经紧急撤离 约十户二十人左右 到附近的黎明活动中心 大雨治灾 四处都留下台风肆虐痕机 记者张佑茨 范雅乔综合报道